看似不重要卻不得不去面对的迁移工 这一集我们来谈谈迁移工到底有什么重要性 与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 许多人在开始学习命理时 经常搞不清楚迁移工的作用是什么 也常以为迁移工是六外工 与自己的关系不大 其实这个工位与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息息相关 以下我们就来从几个角度来讨论它 当我们打开斗树命盘里面最重要的工位 当然就是命工了 命工代表了命主本人 迁移工与命工则是本工对工的关系 这两个工位彼此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犹如太极阴阳的关系 从北派指挥斗树来谈这两个工位 彼此之间就像是镜子一样 命工若是指一个人的本性 则迁移工就是指一个人的外在给人的感受 从时间的序列来说 若命工代表了生命之流的第一大线 迁移工就是观察人生走到了第七大线的老运工 因此命迁两宫这一线也叫做活动线 指的就是人一生的活动轨迹 迁移工本意 迁移工原来的意思就是与距离有关的事 例如命工的四化到迁移工时代表了命主喜欢往外跑 不论是搬家或是旅行 因而也容易有交通安全的问题 若是迁移工有四化到命工时 则是指命主会因为迁移工而得到四化的能量 除了距离之外 迁移工同时也代表了变动与远方的意思 当连工是迁移工时 也代表了命主会与变动很有缘 人生必定会与变迁奔波脱离不了关系 有些人则是从小不停的搬家 有些人则是会移民 又有些人会因为工作而不断的往东往西的奔跑 有这样格局的人 不论从事业务性质 或是从交通运输业来说都很适合 因此此生就是为了变动而来 当然人生也会经历过好几段的变动 我们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说过 四马地的银、生、世、亥四个位置 这是基于地支的角度来谈的四个位置 那些落入了这四宫就容易有变动与缘分不佳的情形发生 而今天我们从工位来说与一马有关的 就是命迁子田 市政位 迁移工是一马工变动最激烈的 这四宫都是可以看交通与意外 迁移工代表的就是最远的距离 这四个工位连在一起看时 就好像一个忙碌的十字路口 命迁就是金线 指田就是尾线 因而可以延伸成为人生的市政位 这与传统南派所说的市政位是不同的 迁移工就是代表了七这个数字 解释了命工对外人事物之间的变化多端 若是转换成天干来看时 这个位置就是庚 庚是阳金 代表了明显的变化与更替 一方面羹的五行也是属金 这代表了在变化中有肃杀和伤害之一 从人的角度来看 迁移工可以当作命组给人的外在形象 一般来说 讨论一个人的外在美丑 可以从父母宫来决定 若宫位中再加上了星辰 更能解释其中的细节 例如迁移工有子为心 代表了命组给人的感觉 有高贵的气质 换成的是太阳 则感觉上热情洋溢 这些都是基于本队之间能量的互通有无 这与南派借对公的心这种概念类似 但原理完全不同 迁移的气数位是夫妻工 传统观念中常说先成家后立业 这也是古人对一个人要在外有所成就 就要先找到一个好的夫妻有关 所以会把夫妻的好坏当成人生成就的一个条件 所以迁移工也有第二夫妻工之说 这是源于合图里面的道理 迁移工为一的时候 第六位就是父母工 若迁移工是命组给人的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父母工时 父母工就可以延伸解释为人的外表与长相 所以一与六这两个工位是互有关系的 这两个工位都是在解释人在这个世界 给人的印象与长相 二七同道火 这同样源自于合图 二是兄弟公 七是迁移工 所以我们常说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从迁移工来看 也可以讨论我与朋友的关系 可以看一个人出门在外 人际关系的好坏 所以也可以谈兄弟朋友有关的事 而这两个工位一起来说 与世话有关的能量就是全项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工位建构出来的关系 观察到全的校长 三合位 夫千福 北派指挥斗树谈论的工位概念是活泼而充满变化的 假使我们想看婚姻与感情事 除了优先看夫妻公之外 还可以从迁移工来看 这也是论断的重点 从迁移工来看婚姻时 迁移工就是夫妻的财博位 可以看夫妻的财务状况的好坏 从迁移工的角度来看婚姻 这个婚姻的好坏与成败 就要看福德公 假使我们要谈论感情时 夫妻公有森林科 则代表会有感情对待的异性 若是迁移工或是福德公又有字化科时 则代表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好 没有科 就是没有情 或是感情有变化了 迁移工的事化 知道了迁移工代表了众多意义之后 接下来就是看迁移工所在的天干 与命盘其他的宫位产生了什么关系 迁移工划入到六内宫时 代表了迁移工对命组是有帮助的 而相反的 划入到六外宫时 则表示迁移工的好处与我无关 好的都在别人身上 相对的 当划技入六内宫时 我会承受迁移给我的技 因此我也可以说是得到技的能量 若是又划技入六外宫时 也就表示这件事情好坏不是我能控制的 自然好坏也就与我无缘 动脑时间 人的外貌可以从父母宫观察到一个人给人的印象可以看哪一宫呢 A. 极恶宫 B. 福德宫 C. 命宫 D. 迁移宫 答案是D.迁移宫 这是正确答案 迁移宫是指一个人的外在表现 给人的印象就是在这里展现 命宫则是表示一个人隐藏于内的本性 也可以说是个性 而极恶宫可以解释人的情绪与脾气 福德宫则是更深层潜意识的部分 题目2 谈论迁移宫有关的三合位 有哪一宫不在这三合位之中呢 A. 福奇宫 B. 关禄宫 C. 迁移宫 D. 福德宫 答案是B. 关禄宫 迁移宫的三合位就是 夫妻迁移不得这三宫 彼此之间互有能量的往来 以后如果有机会 也会更深入的分享这些宫位 彼此之间的关系 题目3 对于迁移宫的解释 哪一个说法不正确呢 A. 外在的形象 B. 一马的宫位 C. 婚姻的三合位 D. 命宫的第六位 答案是D. 命宫的第六位是错误答案 命宫的第六位是几个宫 而不是迁移宫 第七位才是迁移宫 这样大家都懂了吗 今天分享的有关迁移宫的各种不同的角度 与看法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未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